只要聽說過有人買了5千 總共5千多萬的教練課程費 5千多萬 他們有的時候復古出來 我之前是聽到的 可能就是 Body Pay 你有學生想說 我也Body Pay 你會收 沒有辦法 你Live Pay給我可以 Live Pay 健身圈裡面 它也算是有黑暗面 對不對 這裡的水超級深 我代表台灣參加亞洲杯世界杯 拿到了銅牌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就特別聊到 許家豪比賽成績這麼差 只拿到銅牌拿不到金牌 就是去上了憲哥的節目 讓他沒有辦法好好的端心訓練 所以才會這麼的不強 才會輸給其他的成本 好 來 講前座 沒有 講那樣 對啊 他好像講的是因為節目 讓我變得很不強 可是我明明是 台灣最強的選手 OK 但是因為我沒辦法反駁 因為我可能一反駁 就會被他們封殺 這麼嚴重 非常嚴重 但是我很想告訴他 我很想鄭重的告訴他 我能夠參加憲哥節目 擔任龍魔王這個角色 龍魔王 不是 牛魔王 我還龍魔王 對不起 我實在氣到太激動 我已經講到這件事情 我就很生氣 對 我能夠擔任憲哥 這麼重要的沙漠這個角色 是我 人生中最榮耀的其中一件事 對 媽呀 真的 早一點 激動了 激動了 激真的 日然完美的代言人 真的 你怎麼會選手去比賽 做競技艙 他們做那個 商務艙 對 你更需要做商務艙 你需要吧 你需要兩個位置 對啊 我們一堆狀態擠在一起 那這還沒關係 到了現場 我們 我這樣會不會講太多 沒關係 反正你已經差不多離開這個行業 對 都自己開箭 對啊 你現在在做那個歌吉拉 對啊 你的知名度是不是 人家一來說傻魔王 就願意來跟你練 對啊 我很謝謝憲哥 沒有 我練這麼久 沒有人知道我練健美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傻魔王 對 沒有憲哥就沒有傻魔 謝謝憲哥 聽著講了我們都感動了 太感動了 人家別的韓國選手 日本選手吃的是 適合運動員吃的東西 台灣收到的東西是泡麵 健美選手吃泡麵合理嗎 真的假的 不對吧 什麼 那是以前去比 至少是滿漢全餐 對 那個還滿 一定有肉飯 喂 喂 我比較面對到的是 是在運動界的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 灰心 對 當然現在可能 我覺得改善了很多 我現在看到很多運動員 都受到尊重 這也是我覺得開心的事情 對 這是一個過程 對啊 每一個行當 每一個行當 都有他就是不為人知的一面 好不好 辛苦你了 我們逆推 我們逆推你比賽那幾年 我們就知道是哪些人 真的 講出來 過分 肉收 我們等一下來肉收 肉收 來 凱教練 是 其實健身 健美選手或健身教練 都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行業 是 OK 我們先讓憲哥來猜一下 健美選手最高殿堂 叫奧林匹亞先生 那個冠軍 就等於是奧斯卡男主角了 你覺得他的獎金是多少 少收一個這個10萬美金吧 40萬美金 但是一整年拼下來 而且這個行業的最高最高 那你去看這個運動有多麼的小眾 NBA 2023到2024 最低球員薪資 就是坐在最爛的球隊板凳 最邊邊那個 都不只 你覺得多少錢 對啊 最少的就是 110萬 所以健美選手是一個 很不容易賺錢的工作 健身教練也是 因為很多人去健身房 我記得我剛剛踏入健身業的時候 而且他們付出來更多 對 大家覺得健身教練 我幹嘛花錢請教練 我花錢請游泳教練 我可以請英文老師 但健身我自己推就好啦 所以健身教練科 是這幾年慢慢被打出來的 OK 所以說健身教練常常賺不到錢 就會去開發 其他自己的一些收入的管道 另屁蹊蹟 例如說賣藥 賣藥啊 對 賣藥 因為 怎麼藥 好 我們知道練肌肉 是一個很慢的事情 有的時候 三年有的時候五年 有人二十年也長成我這樣 一輩子長不到這麼大隻 那是你 我沒認真練 好不錯對不對 你不是什麼王嗎 豪哥可以說話 對 誰叫他這麼壯 所以有一些教練 他在賣學生課的時候會說 你這個練不好 一定是你沒有用一些幫助 所以他順便就賣一些幫助給他 另外賺這個錢 賣藥給他 這個我們真的是有聽說過的 我們就不能指名到心 不像他講得那麼清楚 但那個是禁藥嗎 其實這個藥物 應該我們叫 它應該是要有醫師處方簽的東西 處方簽的藥 那在美國是必須處方簽 台灣是怎麼樣的情況我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沒有醫師處方簽販賣 絕對是非法 那使用本身我就不知道 如果你沒有經過醫生的同意使用 到底有沒有處罰 這個要問律師了 這方面我就不清楚了 職業健美選手 冠軍才這麼多錢 一般小比賽的冠軍 職業都不是業餘都 頂多一萬塊美金一場 三 四十個人參加一個冠軍 像你比那一次 你還一整個月停下來 對 然後我那個比賽沒獎金 送了我一包蛋白粉 真的啊 榮譽 是 所以我們夢多才辦比賽 讓他們來比 我們有給獎金 所以有很多美國 尤其890年代 甚至2000年都有 職業選手跑去拍 三集片 A片 對 因為有一個Category 那個級別是大家特別喜歡看 瘦小的男生 被那種超級壯的女生 給蹂躏這種 男生 女生都有去 各種 對 提號都有 就特別壯的 你沒見過這種的嘛 真的 對啊 所以 他們為了要活下去 你看 他們要當職業選手 還要買藥 還要訓練 八界的健美冠軍 Ronnie Coleman說 他說他一個月吃 就吃掉快1萬塊美金 吃的東西 對啊 光是吃上面 那不要講他用藥的錢 天啊 要維持 來 Windy老師來分享一下 就是之前曾經在一些 大型的健身房 然後他們 因為畢竟每個月 還是會每個月業績壓力 他們業績壓力都會比一般的 那種小型工作室還要再更大 因為電大 對 業務量必須要大 支撐 沒錯 然後他們就會把一些 比較可能有錢的學生 他們還會劃分分類 就是這是有錢的學生 然後這個是比較 小支組 上班族是學生 他們就比較不會去 照顧這些學生 反而會比較照顧那種有錢的 大客戶 對 大客戶 然後甚至有時候是月底 就是可能業績快要沒有的時候 就會一直去求說 不然再繼續買 再繼續買 很多人 我好像聽說過有人買了 總共五千多萬的教練課程費 五千多萬 就是一千多萬 對 就是一直刷 一直刷 累積一直刷 五千多萬 然後一個月四五十萬 一個月四五十萬 就在一起都不用花那麼多錢 對 對 然後就有人問他說 那你剛剛不要叫他 買一個房子給你就好 他說我不想要跟學生 私下有這麼多複雜的糾葛 那五千多萬還不糾葛 對啊 那很複雜 對 那個錢都進到健身房去了 對 而且那個連鎖健身房 都是抽成的 其實教練大概只拿到一層 或是兩層的提成而已 不是吧 那他就自己出來開不就好了 對啊 有這一個客戶就夠了 真的 嚇人 五千多萬 遇到這種大戶 還有被選手痠 這個就是比賽部分了 就是可能會比較 得失心嘛 差那一步你就可以成為 那個最強的冠軍了 當然會覺得失落 對啊 但是如果隔了一個禮拜 還在介意的話 我覺得就有點too much 這件事情其實有點近 就是今年的比賽啊 就是可能對方會覺得 他其實肌肉量 其實不輸我 我覺得他肌肉量真的還滿大的 但是就是評審會看一個平衡 其實比基尼不是看肌肉量大而已 要剛剛好 還要看比基尼的盤視 而且還很美 比例比例 肌肉比例 不是款式 對 肌肉的比例 對 而且健跟美 健美就是兩個必須要互相融合 你不能只有健 然後沒有美 所以這個就很難拿捏了嘛 然後就會有人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我不夠美 那我是不是醫美一下 我說不定其實也是第一名 我只擦在臉 對 我是被酸這個 顏值 就被酸 蛤 對啊 對 但我覺得我提到那個心情 因為真的德思星太會影響 沒關係 讓他講 因為你是贏的 來 來 意想 來 分享 就是像Winnie剛才說 就是其實健身房都有業績這件事情 其實你有業績才有辦法賺到錢嘛 因為就是業績制 那我有遇過就是 主管都會欺負下面的人 就是業績都他拿 但我們拿了業績以後要消課 所以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在消課 一天要花八到九個小時 一直在上課 一上課 那就變成說業績他拿 但課我們去消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個學生就是 他 他業績拿走以後 然後我去幫他的學生上課 上完以後 那個學生要續課了 然後學生就有說 他想跟我上課 然後沒有想要 給那個主管上課 結果他就說 他去拿單的 對 然後主管就說 我搶他學生 然後就開始在各個工作場合 就是一直訂我 然後甚至就是會造謠說 我跟別的女教練或學生上床什麼 就一直在到處這樣亂講 你跟他講 我不可能跟人家上床 我們還靠這個賺錢 對啊 我不可能 對啊 收費的 對啊 不採會員制 沒有那麼隨便 對啊 對啊 就是諸如此類這種 買一拜堂課才可以 對 五千萬 五千萬 OK 五千萬 各個行當都有來拚一拚 因為像教練課這種東西就是 其實是我覺得是需要有錢 才會 你才有辦法就是定期 然後每個月這樣固定去運動 對 所以 像如果比較年輕的女生 或者是學生 學員 她們有的時候付不出來 我之前是聽到的 對 聽說的就是 可能就是 Body Pay 夠長 對 就是她不要Line Pay 她選擇Body Pay 掃一下… Body Pay 掃一下 也許那學生她自己本身就有錢 只是她可能暗戀 妳有學生想說我也Body Pay 妳會收 沒有辦法 很無法 妳開玩笑 沒有啦 你Line Pay給我可以 Line Pay 她只收Line Pay Body Pay不行 對啊 這個行當也是很可愛 對啊 也有可怕的地方 當然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他們 這個運動的一個精神 是沒有改變的